这样子讲就是圆满的 因为你一灯的话 表示底下不是佛 只有上面才是佛 对不对 所以在圆绝来讲起来 就是圆满绝物的佛性的话 就是在地义也是佛 不用灯的 地义里面也是佛 畜生道也是佛 恶鬼道也是佛 罗撒道也是佛 阿修罗也是佛 这个就是灯祭不灯 灯不灯是一样的 以后你明白你灯销 不用了 你就是灯圆满 也不用灯啦 反正就是圆满 这个是 很那个很好的这个回答 对不对 你没有讲话表示不对 好 对 继续聆听连生佛佛开示 何谓金刚藏菩萨 这个是很那个很好的这个回答 对不对 你没有讲话表示不对 好 对 我再问你啊 你从哪里来 多伦多来 为什么多伦多叫多呢 哪一点多 环老多 算你答对了 其实哪个地方都是一样的都是多的 这个沙佛世界哪个地方都是多 都是烦恼多 我假如是我回答 你从哪里来 我说我从多伦多来 这师傅问我 多伦多为什么叫多呢 怎么回答 你们有没有那个回答答案的 多伦多为什么叫多呢 其实多伦多是这个英文的名字 但是我们把它中文 都是写多少的多啦 对不对 不要上当哦 不要计较在那边多少的多 你可以回答 多伦多虽然多啊 其实也是不增不减的 不增加也不减少的 不要去计较那个多少 哪一点多 多是一样的多 哪一点少 多是一样的少 其实这整个宇宙自然啊 严格啊 现在就是要问你严满的节目 你可以回答 多伦多虽然多 其实也是不增不减的 严满的佛性就是不增不减 你回答这个就是很 我是认为很严满的 也许你们认为不严满 也不一定啦 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 这禅宗的这个对话里面就是这样子讲 多伦多虽然是多 但是也是不增不减的 就对了 这个严满就是很有 好像有一点智慧了 很有一点 刚才问你 你莲花灯消 灯的是什么消 你一回答灯即不灯 就是严满 因为灯跟不灯 是一样严满 因为在地道也是佛吗 在佛地也是佛吗 现在你讲你说我灯佛 那就是只有佛地才是佛 其他的还是众生 要严满的话 就是灯即不灯 一样的 灯跟灯没有什么关系 多伦多也是一样的 就算多伦多的多 一样不增不减 这个就是严满的节目 要这样子回答 这个禅宗里面公案 很多这种东西 很多这种东西 它是叫你去体会到佛性 真正的进入这个佛性 你把自心里面的佛性 显露出来 你讲出来的话 都是有佛性 都是严满 这三个问题 金刚场菩萨问 我们晓得这个第二个菩萨 就是菩营 菩营就是观世音菩萨 那么金刚场菩萨 这个菩萨到底是谁啊 他现在问你 金刚场菩萨到底是 哪一个菩萨 能够知道的就讲 这连灯这个查这个查过的 他可以讲出来 连灯上师 金刚场菩萨 还有呢 菩萨 忘记了 你讲了一个错误的 没有普贤 其实金刚场菩萨这个称号 金刚场 有四个菩萨的名号 都叫金刚场 文殊 文殊金刚场 文殊菩萨也叫金刚场 文殊金刚场菩萨 那么一个是虚空场 金刚场菩萨 虚空场 一个是金刚萨斗金刚场 一个金刚王金刚场 这四个菩萨都叫金刚场菩萨 那么我们可以很简单 就可以排除 这个像文殊师利菩萨 他第一个就已经 第一个发问的就是 文殊师利菩萨 那么他不可能 发问完了 这个十二个大菩萨当中 已经他第一个发问 那么第三个就不可能 是文殊师利菩萨 那么第二个呢 虚空场菩萨 就有可能 虚空场菩萨 不用叫虚空场金刚场 直接就用虚空场菩萨 就可以讲了 所以这个第二个 虚空场菩萨 也给他排除 那第三个金刚萨斗 金刚萨斗是属于密教的 那么这一本 这个佛陀在讲这个 虽然也有关系到密教的东西 不过这个是大乘 这一本经是大乘 大乘的经典 那么金刚萨斗 也给他排除 那最后就是剩下一个 金刚王金刚场 应该是这个金刚王金刚场 据我所知 应该是这个金刚王金刚场 在花园经里面 在花园经里面 这个金刚场菩萨 十地品 在花园经里面有他的名字 还有一个地方 灵严经里面也有 金刚王金刚场 所以这个金刚场菩萨 应该是这个 这个这一段经文里面重点 就是在三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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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彩